沒有賠 是餐廳是趕上塑化計關掉了 塑化計的時候完全很慘的 再加上之前 我那個餐廳他們 簽了很多費用嗎 然後都是我在還 我還不完 我不知道怎麼會簽那麼多錢 對 債務 800多萬我連房子都賣掉 連我房子賣掉去抵那些債務嘛 不不不 債也不敢做了 不是 就是更加合作 下一餐廳產賠800萬 賣台灣房產還債土 十連張費內幕 路上的鳥兒 沉雙貴 沛水青山 太少年 56歲的大陸女星 兼喜曲家夏依 曾擔任張飛節目的固定班底 以大啦啦的雙浪性格 打開知名度 那您再吃一點吧 好吧 那這是 對不對 那叫屈尾 不過因為2005年 捲入尼米蘭的萬鈺風波 而淡清演藝圈 我當時也沒退 也沒怎麼著退 你從來很久了 就是很久 大概4年多5年 那最後一次錄的是冰冰姐的節目 近幾年還有跟飛哥聯絡嗎 我一直沒有跟他聯絡過 結束前我也沒跟他聯繫過 私下都沒有聯繫過 沒有只有有兩次他故意耍我 打電話打到家裡來 他跟那個 他說我是大猴子 我說 我說猴子哥你要幹嘛有什麼事 那他就說沒有啊 你最近都忙些什麼呀 咱們也得對觀眾負責 我一聽他說這個 有道理嗎 我說你才不負責任呢 你每次在上面不正經 吃吧 我現在都明白了 那個時候是為了節目效果 沒有 其實我們沒有聯繫過 沒有沒有沒有 之前就是囊腫啊 因為那時候 昼夜熬夜拍戲 然後又又錄節目 幾乎是 我哪知道我這麼好的體質會生病 晚上在棚裡面就是疼到 然後有流血 但是以為是那個 答應嗎 結果不是 吃藥吃了5顆還6顆的普拿疼 我都沒有用 疼到已經發麻 人都麻木了 他說腹膜炎 一照超音波他說 你腹腔肌血 很嚴重 整個肚子就腹腔肌血 超可怕 我也是嚇到了 夏一、2010年 曾在台領替餐飲試驗 不過當時的塑化肌風暴 導致合伙人跑路 最後以地點收場 再加上之前 我那個餐廳 他們簽了很多費用嗎 然後都是我在還 我還不完 他們人都不見了 我就得還價 寫的是一品夫人嘛 我不知道怎麼會簽那麼多錢 800多萬 我連房子都賣掉 連我房子賣掉去抵那些債務嘛 不不不不 再也不敢做了 不是 就是跟人家合作合作 擁有前車之鑑 夏一決定不再雜重金 開始提電 和郭竹一廚師計劃推出料理包 打算再度進軍餐飲業 我就是合作 然後他說有廠資 然後一定過時會說他一定會做的我的味道 大家都知道我原來餐廳是隨便你記著進去查 沒有味精 沒有那些不好的東西 我全是講究天然的 所以我的廚房是經得起考驗的 你對養生真的沒有一趟 哎呀我怕死嘛 哈哈哈哈 實話實說 這次回來才檢查 然後家族是什麼都沒有的 結果 你怕什麼 我竟然吃飯 我飯桶 把自己吃了血糖缸 因為我不吃零食 所以我就是飯兩大 晚上吃飯兩碗飯 然後宵夜睡覺前再來碗泡飯什麼 然後我接到現在 剛開始那個三天快瘋了 我大概吃雞肉吃不飽 吃牛排吃了我腮幫子疼 堅持吃了兩個禮拜的時候 一下就掉下來 超靈的 然後我 哇我果然是飯桶吃壞了 終於知道了醫生真的說對了 我就吃飯吃壞了 還是要關心一下感情 沒有 我家人感情很好 我是希望異性朋友這部分 還沒碰上吧 還沒碰上 大概等我到七十 就會碰到黃昏戀 有可能啊 希望現在 健在的朋友們 多保重 也許吧 也許我還能 再為大家表演也不一定 對不對 希望大家 不嫌我老了 我還想為你們奉獻 有準備的禮物 要跟大家交換一下 用點心思 用點情感準備的 厲害啦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APP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APP 如果是上三立新聞網 參加投票 請到三立新聞網 在投票參加 上三立新聞網 投票 就有機會獲得 我的交換禮物喔 加入我們的交換禮物 我的禮物非常好 很健康 很有feel的禮物喔 快下載 助理等獎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OK 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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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